首先很感謝John Market頒發這個卓越雇主大獎 及亞太傑出雇主大獎給我們 這個獎絕對對我們環球大聯盟一個肯定 同時間亦都感謝我們一班同事 有他的努力及支持我們才可以獲得這個榮譽 我想我們公司很著重團隊精神 而在團隊精神中 我們經常會有溝通跟員工 跟我們的每一個同事 甚至每一個客戶 我們溝通了之後 如果同事之間對公司有什麼意見 我們都會有一個包容的心態 只要我們有一個溝通和包容 我們自然發揮到我們的團隊精神 在現今社會或商業世界中 我覺得團隊精神很重要 無論在運動或做生意 如果沒有團隊精神 我相信發揮不太好 我們公司一直秉持取豬社會 用豬社會的態度 一個企業 當它成長了或有能力 其實我們應該要回饋這個社會 例如我們在疫情期間 我們看到很多小朋友 他們因為不可以面授課程 他們需要一些電腦 在家裏跟老師上課 我們透過一些機構 例如香港獅子會 他們的呼籲 我們去參與他們捐贈電腦的服務 從而令到他們不會在因為疫情期間 不能夠再受到老師和學校的教育 另外我們像香港經常舉行的 公醫金辦文行 我們都會組隊去參加 疫情期間 我們看到很多老人家 未必可以走正常生活 甚至在天氣寒冷的時候 他們都不可以出去喝杯茶 或者去買一件衣服 所以我們都是有組隊去參與一些社區 或者一些潛水機構 例如派毛衣 或者一些遇寒衣物 口罩方面 你知道他們當時都很難去買到口罩 我們都是透過很多地區組織 和我們參與的組織和團隊去上門 其實我們曾經在唐樓 都是逐層逐層去派這些口罩 這些工作 我覺得這些來說 都是我們要關顧 和疫情很需要幫助這班老人家 因為他們實在在那個時間 是不可以有正常的活動 其實在疫情期間初期 亦發生了很多 令到這個世界和企業都很擔憂 或者對自己的工作 究竟可不可以繼續做下去 這個情況出現 而我們在當時 同時我們公司也承諾了 我們不減薪 不裁月 不停薪留職 而另一件事 因為疫情期間 我們很多員工背後的家人 或者家庭職業 都面臨了一些工作上 生活上 譬如是子女回不了學的壓力 很多時我們希望 除了令到他們提升到公眾表現之外 我們要關心他們背後的事 了解他們究竟後面 有甚麼我們可以幫助他們 如果我們可以幫助他們 我們可以幫助 讓他們覺得我們 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 你幫我 我幫你 遇到困難的話 我們互相都可以幫助他們 這就是我們公司的文化和企業 以及我們對員工的關心效益 字幕、文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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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